大家好,我是微光谷乐籍的团长 还有古丁音馆演奏家蒋浩润 这次的音乐会呢 我们将会为大家演出 法王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巴洛克音乐 在巴洛克音乐里 我们讲到维瓦地的四季 通常呢 就会在各个地方都听得到他的音乐 包括在百货公司 还有当我们在台北京在shopping的时候 都会听到维瓦地的四季 可是其实 早在维瓦地的四季出版的前一年 在巴黎就已经有一位作曲家 叫做波瓦莫提耶 他已经出版了一个 以四季为名的法国巴洛克青唱剧 所以他有春夏秋冬 都在歌颂着每个季节 他美丽的大自然 还有不同季节的风味 那么这次维光巴洛克古乐团呢 我们将会以波瓦莫提耶的四季贯穿全场 这中间呢 我们也会夹杂着 当时法国另外一个巴洛克大作曲家 库普兰 他的一个序曲当作是开头 那在中间呢 我们也会有另外一个有名的巴洛克作曲家 叫做Rebel 他所创作的舞蹈的艺术 这首舞蹈的艺术呢 他把每一首几乎在整个欧洲非常有名的舞曲 给他串成一圈 就有点像是一个巴洛克舞曲的自助餐 光是这首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在当时法国巴洛克舞会的文化 还有宫廷舞会的一个饗宴 那么这场音乐会呢 我们请来了非常多活跃于欧洲 还有也在台湾深耕发展鼓乐的艺术家们 包括我 也就是巴洛克丁音馆 还有呢 我们的乐团的首席 大夏施秧 他会拉奏巴洛克小提琴 同时还有大剑琴家 徐藤真弟子 还有呢 历史丁音提琴演奏家 跟维奥尔琴演奏家 杨俊元 还有巴洛克收谎管家 张端婷 巴洛克长笛家 马玉 还有穆迪家 梁亦章 跟历史打击乐演奏家 王维 这次法国巴洛克清唱剧的女主角 也就是女高音 黄丽景老师 他将会担任春夏秋冬 每一首涌炭调的主角 最后欢迎大家 在10月2号的下午2点半 在台北中山堂 汪福厅 我们将会在那里演奏 法国巴洛克的清唱剧 那再隔一个礼拜 在10月7号晚上7点半 我们将会在高雄卫武营的表演厅 带来这样子的大制作 那么在12月12号跟12月18号 我们将分别在台中歌剧院 还有台北大同大学的圆拱的音乐厅 将会有一心主办早期巴洛克的音乐会 叫做穆尼卡 在之间呢 我们就会演奏文艺复兴的第一管 文艺复兴的目的 还有很多早期的巴洛克音乐的作品 那么我们就希望在10月初的时候 我们在台北与高雄相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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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